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可以透过搜寻使用它 跟现在的谷歌地图一样 现在这功能只给美国用户用 但希望很快全球都可以用 这是谷歌最近推动AI的最新做法 它也把AI功能加到谷歌Workspace应用程式 之前就有迹象显示谷歌地图会加AI功能 像是改良本地导游功能 本地导游是把当地知识和经验给用户 帮助他们找新地方 我们对这个功能的了解 Android Police网站第一个看到 如何教用户用这个新的AI推荐功能 一个读者跟网站说 谷歌地图搜寻列出现用AI搜寻选项 选它会开新页面 说明这功能怎么用AI推荐 并有快速教学 点选继续会进入下一页 给向附近景点或餐厅等建议搜寻 跟CheckGPT一样 谷歌地图这页底部也有提示 帮助用户改进搜寻结果 用户可以加预算 地点和当时天气等资料微调搜寻 如果选建议搜寻 谷歌地图会解释他怎么推荐特定地点和位置 如果用户没说地区 谷歌地图会用当下位置 但如果要指定地区 必须在搜寻里提到 用户第一次是功能并完成教学后 可以直接从搜寻选单开启 据Android Please 用AI搜寻会在储存位置如住家 工作等水平选单下面 非常有潜力的功能 再说明这功能现在只给美国用户 但希望快开放给更多地区 除了AI推荐 谷歌地图也会重新设计 让用户体验更好 部分用户可能觉得AI无所不在厌缓 但这个AI功能是很想识的应用程式 而且谷歌很会改善应用程式的用户体验 非常期待看着功能推出的效果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点赞及转传